今天是爆船陀螺 鋼鐵戰魂 4D 今天開封的就是 閃光獨角對戰套裝 其實我有根據 就是這本手冊 陀螺手冊 對強陀螺手套裝 有時光獨角 惡夢暴龍和玄武時計 現在開封 貼紙 陀螺 小光獨角 100RSF 暗夢暴龍 UW145EWD 這個是死亡孔雀的俗心和底腕 玄武時計 130RS 的一種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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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到 這個是說明書 首先開封的是 噩夢暴龍 這個是噩夢鐵 在這裏來說就是 嗯 呃 4攻擊 4防禦 沒有持久 那暴龍就是攻擊3防禦3持久力 1.5克 10分 1.5克 1.35克 2.1克 1.5克 2.1克 1.26克 1.35克 2.31克 1.35克 1.31克 2.35克 2.35克 1.31克 1.35克 UWC UWD 如果各位Youtube的評家覺得小弟可能有問題的請在Youtube跟我說 希望不要像其他人一樣說粗俗的語言或者罵我 希望不要 它絲維 他絲維 那一組可以做 安靜 動作 新 legit 獨角二 閃光 分開兩層模式 這是框 第一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 這個是 一個是 現在不太熟 這個 PC 這個是 強弓模式 這個就是 連打攻擊模式 100 RSF 連貼紙 就可以了 鮮光獨角 完成 最後是 元武時計 在未出4D之前 元武時計是一個 史上最重的陀螺 鮮光獨角 這次是 130 RS RS 是 巨巴 驚乖 別增 顏色的 底盤 K 底盤 元武時計 完成 總結這三隻陀螺 重刻介紹 第一 閃光獨角 100RSF 4D 4D 改變組合形式 強弓模式 或者連打攻擊模式 惡夢暴龍 那個文章是 MFE 全交 UW145 EWD 最後是 原武時計 鋼鐵文章 MFE WBBA 全交 130 RS 那 多謝你收睇 WTV350的 Channel 好 祝大家 看得愉快 謝謝 拜拜